美和市案是台北市廉政委員会成立之后 第一个可能要查的案子 北市廉政委员前监委蚂蚁公就透露 当初台北市政府损失至少超过110亿 比目前要追讨76亿还要多 更何况当年这好市府一直内签的公文 就让日盛生的工程多了2% 来来回回等于送给对方三亿元 而且持有土地面积来看 北市府应该要得到是美和市四栋住宅 但现在只有拿到一栋 这中间引发争议的签过程 北市府现在通通要查清楚 美和市开发案监察院估计 北市府至少损失超过110亿元 将接任科市府廉政委员的前监委蚂蚁公透露 好市府一直内签公文 就提高日盛生2%的工程 等于送了日盛生2到3亿元 提早设那个廉政委员会 那就是我们每做的动作 人家都以为我们要清算前面来看 事情都已经做了 我是不太关心 所以这种问题就交给廉政委员去处理 美和市案问题重重 议员大胆预测 现在浮上台面的连十分之一都还不到 当初台北市是以交通用地 向民众强制征收 最后却变成住宅用地 不服征收私有土地墓地 遭质疑就是危险 跟市政府勾结 我用勾结两个字 你怎么可以让0.7%的零融贤 临时买款农地 变成私地主而取得开发的资格 美和市员工有土地比率高达99.24% 私有土地仅占0.76% 但权益分配后 竟有高达69.25%的工有土地 转为私有 日盛生更以自己发明的假定售价 回算分配价值商业区假设很高价格 住宅区比较低价 导致捷运局仅分得A栋的8到24楼商办 C栋的商场1到4楼 还有一栋住宅而已 但按照面积分 好歹也能有四栋住宅 有已经有两个市府的官员被收押过 那另外还有就是说 这个也是经过监察院的弹劾 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叫做 联合开发案中间 台北市政府的一个贪腐的纪念碑 美和市案被台北市联政委员会 列为调查的第一案 科市府摩拳擦掌等着跟日盛生过招 记得孙培允参访台北采访报道